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能够在大小活动斗把资源浓好浓满哦 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路卡利欧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 第十九季对战联盟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不知道大家在这礼拜选择高结盟 还是选择化石杯进行对战呢 然而我们今天要再次来介绍路卡利欧 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化石杯的赛事 是用水 岩石以及钢系 路卡利欧在属性上来说刚好也能够使用 然而今天我们更极端一点 把他的大招改成增强犬 如果在平局的情况下 我们甚至能够小招直接压制对手 所以今天就来看一下 到底改成增强犬的路卡利欧 在目前的化石杯能够打出怎样 精彩的对战吧 好 今天由小账号来测试 使用的第一只角色是巨次飞 与后面分别我们今天的主角路卡利欧 以及比较少见的乐天合同 那今天后面两只角色都有非常强的单点实力 如果巨次飞能够稳住顺位的话 绝对是没有太大问题 好 进入今天第一场 首场我们看到了胖嘟嘟 双方的对决算是平品 不过我们这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在于 我们出招会快乐一点 而且我们短能量厌反 会比起对方的冲浪来着更有伤害量 所以我们这边先来厌反出去 那今天的巨次飞也没有带冰冬光束 选择是水之波动 然后这边对手的胖嘟嘟 此时出招了 那我们先挡一下好了 因为暗影球的伤害量会比起我们的厌反高上一些了 那如果能够挡住伤害量比较高暗影球之后 能量上的优势会更大 不过对手选换角了 伤合一词怪上来 想靠电器直接双克我们的巨次飞 我们换六卡利欧上来用格斗打钢 不过对方因为出来的时间点比较快 所以他先出招 磁铁炸弹出来 这边是有偏到我们盾 那正常来说不用磁铁炸弹啊 毕竟钢有抗到钢系 然后他短能量还有放电出来 那对手应该纯粹骗个盾而已 而他的最后一只角色 结果骑士寡扭上来了 结果上来我们立刻来一个增强拳出去 对方肯定会以为我们是暗影球 还是会挡招 好 直接逼迫到盾之后 这能够再补一法 就能够把这个骑士寡扭 想象压得比较低一点 好那这样的话 至少对手就有一盾的优势 好对手骑士寡扭剩下半血以下 然后我们的巨次飞机上来 绝对压制骑士寡扭 因为骑士寡扭本身 在我们的化石碑里面 确实很多人带验反 但是验反的伤害量算是皮肤 因为毕竟属性上没有压制到 加上他没有属秀 而且他的双倍奉还 在当我们的时候是减伤的 那此时的话双方切齐 算是一个我们比较想要看到的 因为对手已经把盾开掉了 所以他这边一定会得吃到我们的厌版 接下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 热天合同直接用草系招式 打最后一支的胖嘟嘟 这场就要获胜 其实这场的话我比较担心 对手最后一支搞的是自爆磁怪 毕竟他的第二支是三合一磁怪 正常来说会把自爆磁怪压尾 那如果他压尾的话 可能这一场是会输掉的 毕竟我们没盾了 必是飞的话 光是对方的伏特替换 就可以把我们打掉了 再来是 连续的凤凰伏特 都能够收掉后面一支热天合同 但庆幸的是他做一支 刚好是我们巨尺费 能够压制的骑士寡人就获胜了 好就下一场再来看到穿山王 看到穿山王的话 这边没有换脚 主要原因在于 我们最后一支热天合同打 他也是逆风 反正到这边的话 我们打算让我们的巨尺费 跟对手穿山王一模 那正常来说 穿山王是不会进行换脚的 而我们今天选择水之波动 至少能够稍微的消磨一点血量 因为在化石碑很多玩家都会选择 像是文雄武士 来针对路卡利欧 这边被他练下去之后 等一下我们的这一支巨尺费上来 肯定会被冰龙之风给降到攻击力会更麻烦 所以反正这边硬打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这边逼迫队友开盾之后 立刻路卡利欧上来 对手肯定没想到我们会换脚 毕竟他血量伤害那么多 但是 他那一支穿山王被格洛西给双克 所以这边无痛收掉了一支角色 目前带来的是盾的优势 所以我们可以靠连续的增强拳去压迫这一支赵王 赵王就算他有地面系招式 在我们两盾的情况下他还打不到我们 好准备在补增强拳的时候对手出招了 那开盾挡招 然后这边对一手泥巴炸弹出来 目前在化石碑的赵王 不见得像我们之前看到水流尾跟泥巴炸弹组合 多数还是会针对一些飞行系像巨石飞鱼 选择是带尖石攻击 而他这边来不及出招 虽然目前没盾了 但是目前路卡6气氧上很好 而对手追着角色是巨石飞鱼上来了 我们在攻击一身之下很多的情况下 暗影球出去对手肯定开盾挡招 拿这架下去 诶结果他没挡 这边算他大意了 不挡的话我们就再补你一个增强拳 直接把你血氧上磨底 所以此时的话我们有血氧上的优势 就算他本身飞行系的招式能够打热情而同 他这边也是没救的 所以最终我们是获胜了 这场只能说对手忍太久了 刚好被我们路卡6气氧一巴掌扒下去 毕竟本身被双克的一个属性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对手换脚的一个状况 好就下一场 只能看到闻香勇士 这边算是顺风 闻香勇士目前在化石被的配招 都是暴力拳居多了 因为毕竟很多看到的电灯怪 暴力拳的话至少能够平伤大击 配合着小招 有时候还是能够压制掉 但面对到我们巨石飞鱼就还好了 虽然他能够靠着冰冻之风叫我们攻击力 平常打击的情况下没有属修 伤害量看起来普普 我们能够靠着出招更弹性 假如属性上的压制 拿下闻香勇士 好对手闻香勇士再次出招了 对手不打算换脚 代表他后面应该还有一只怕巨石飞鱼的 等一下我们要进行一个轮替 好此时我们就用一个翅膀攻击把它拍掉 目前挤到了两发燕板 那边直接换脚 是有点担心他会上自爆死怪之类的 不过我们切好确实太快了 其实是可以多放几个厌反 稍微的把这个爪王的响上磨低一点 再让路卡利欧上来会比较好 比起像刚刚的状况 对手目前的盾跟我们一样 是比较麻烦的 好那这边没有做到太多事情的时候 对手已经连续两发帮我们盾鼻光了 这边在操作上来说是有点太急迫了 然后我们再补一个发劲之后选择增强拳出去 结果看到的是我们的克星啊 是熔岩蝸牛 熔岩蝸牛本身岩石气泡我们的格斗 不过熔岩蝸牛的坦度起来算不错啦 所以连续的增强拳 其实伤害量看起来也是一般般而已 但是我们至少把熔岩蝸牛的血量上打残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巨尸飞鱼上来 纯粹的把他的气氧上给浪费掉就好了 那这边收拾掉我们之后 我们等下热天龙上来 就可以用肥块刀直接把他消下去 然后那一只爪王同样的属性上的绝对牙子就能够获胜了 那对手在开局不换角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这一只 弄云蝸牛 他的烧劲当我们是减伤的 再是爪王本身的泥巴射击 再打巨尸飞鱼 杀害量也是双抗 对对手开局逼不得已 使用他的蚊香蝸跟我们一模 但整体我们后面还藏了一个热天的统是获胜 好就下一场 这样再次看到蚊香蝸是在第一只 不过对手选择刚系上来是雷基斯奇卢 雷基斯奇卢上来的话 今天这边肯定是要开盾挡 不挡的话肯定站出来绝对直接往生 好这手出招结果是电磁炮 电磁炮的话还降到攻击啦 对手运气算是不错 然后击到了两个增强拳之后 逼个出去 但是我们等下路卡利欧会被对手的蚊香蝸给练功 是比较麻烦的 好结果对手挡招了 打完招之后立刻再玻璃一发 因为他快要出招了 如果你硬是把那个发劲发出去 肯定得开最后一盾会比较麻烦 好这边蚊香蝸会再次上来 其实有想到说他做一支会不会又是钢系啊 但是因为换角时间还没到 不然真的很想要把路卡利欧给换掉 让我们的热天虹上来也可以 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快解决掉对方了 导致目前的战局有点麻烦 好巨翅飞上来了 结果做一支自保持完 这是我们刚刚比较不想看到的场景 毕竟我们今天在配阵上来说不是ABB阵 而是以ABA的一个阵型去面对 相对这边的操作上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我们路卡利欧被解决掉 后面的钢系文师巨翅飞或者是热天虹桶都比较难打 而且这边我们堵了一把 看一下对手会不会来一个近光射击骗轮 但是他很真诚啊 现在选择是他的疯狂福特直接出来 如果我们刚刚有挡住的话 至少能够飞快刀多削他几下 反正到这边巨翅飞没救了 因为巨翅飞其实就算挡住了对方招式 他的文向武士还是能够上来使用他的冰冻之风 这样我们攻击这场中就会是失败的 据说其实以今天的阵容来说 对手后面两只配钢系是比较难处理的 因为我们路卡利欧被消磨掉 后面几乎是没有办法打 看到骑士团队还可以啦 但看到直暴使怪就没办法了 好就下一场这样看到路卡利欧 那这边的话我们在小招部分占优 那飞行系招式来打路卡利欧是平伤啦 不过他的双倍奉还当我们是减伤的 加上他出招那么快 是以增强拳出击我们就不打 就像雷剑拳打到 其实上一量就算双克啦 居飞也是能够扛住 那我们这边拿一个厌反出去 看一下对手是否挡招 我求他没挡 如果配雷电拳的话他这边会比我们早出招啦 但是他并不是讲操作的 本来是多打了一下 那此时的话来看一下 哦 结果是近身战 但是飞行系加上肉体的强度我们这边还扛住 那对手选择巨假武者上来 瞬间逼迫我们开了招式之后 让电灯怪上来 那电灯怪本身电系能够抗我们飞行 但是他的属性弱点还是比较明显 我们的草性能够绝对压直 所以这边用飞快刀直接拔消到完全没有问题 那自从电灯怪的电光被下修之后 目前能够明显感受出他在小招伤害量确实是不足 有时候对手残血的情况下 电光会差一点点把对手点掉 那目前电灯怪在生存力上来说 是比较弱一点 好 再一次看到巨假武者 那巨假武者上来我们选择热水出去 那热水下去之后 对手此时挡招了 因为毕竟目前换角伤害没到嘛 不可能直接用肥烟风暴出去 好 对手的巨假武者 这边出招 我们把他挡下来 挡下来的主要原因在于 我们这边的飞快刀至少打在平上 路卡利欧在发劲的部分 打这个重庆是减伤的 所以我们多抹一点血量 那后面比较好操作 好 此次巨假武者再一次出招 厌反出来 收拾掉我们草戏的热天鹅童 目前对手一顿 但是因为他血量上比较少 就算他有办法使用厌反出来 也没办法直接中伤我们的路卡利欧 所以终究我们还是用靠近 可以直接收死掉他 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场的话可以看到 对手路卡利欧 并没有选择带雷电拳的关系 使用了一个正强拳并没有骗到盾 但是在攻击上升一级的情况下 加上近身战的高伤害 差一点收拾掉我们巨石飞鱼 算是还蛮强的 好 进入下一场 这场看到的是尖挂灵 尖挂灵这边打他 在属性上来说 双方算是平平 不过他的大招里面有大雷 能够直接双克我们 所以我们还是被逼迫得开个盾 好 对手选择强力鞭打 强力鞭打的话 其实就算我们没开盾 他也不亏 因为毕竟我们是水跟飞行 被平伤吵戏 而这边我们厌反出去 稍微消磨一下 理想上是他进行换角 我们路卡六又可以堵到最好 说实在这画面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对手其实没有输给我们 反正他有压迫我们的空间 不过这边能够收拾掉他我们也不亏 毕竟这个天鹅童在属性上来说 被这个尖挂灵给绝对克制 是在画师杯里面绝对克制的部分 好 这边我们开了全盾 给巨师杯非常大的尊重 这边一定得把这个尖挂灵给消磨掉 那尖挂灵比较怕的属性 是火系或者是格斗 那后面想必的是能够处理掉这一类型 好 这边我们小小的食物了 其实可以早一拍让我们陆卡利欧发镜出来 因为如果早一拍的话对手顶多用强力扁打 不会怂打咧 这边还能够留比较多的血量 不过对手选择陆卡利欧上来 可以看到发镜非常痛啊 打两下就半血啊 但陆卡利欧目前的气氧上就是20而已 我们的巨师杯上来 可以用厌反去骚扰他 毕竟他如果要出招的话 以我们今天的配置增强全家暗影球 他的出招速度稍微偏慢 那先一个厌反出去 对手硬保了 然后接下来再补你一把 只能说发镜要6下才能够使用暗影球 真的是超慢的 所以我们这边连续的出招 压迫对手露卡利欧 最后剩下一只胖嘟嘟 这场要结束了 所以开局我们据说看到了剑挂雷 说实来逆风的成分比较高了 我们硬开了两盾 还让后面还有路卡利欧被打了一打到 说实来实误的蛮严重的 那这也没关系 因为最后一只我们这边绝对压迟 热田恶童在满血的情况下 遇到胖嘟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除非我们剩下半血 吃到暗影球会比较麻烦 那看一下热田恶童本身 扛暗影球的伤害量如何 喔 超过一半啊 所以尽量不要在半血以下的时候 面对到这种属性能够平常打击 像是找王的坚持攻击 或者是胖嘟嘟的暗影球都比较麻烦 好 就下一场再来看到巨甲武者 这边属性上压制 悲情性能够打从 对手一个暗影爪之后换脚了 监挂灵上来 监挂灵上来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靠肉身去扛他一发大雷 刚看到大概打四分之三 那扛住之后 我们剩下能够用发镜把他点掉 也是OK 但这边打完招之后 也能够留更多的血量进入操作 所以整体上怎么操作都不亏了 好 对手的巨甲武者再次上来了 这边我们再补一个发镜之后 很真诚的暗影球直接出去 好 暗影球下去之后 对手挡招 然后此时我们能够再补你一发 对手来不及出招 好 那这一下下去之后 对手会直接中伤 所以可以看到完全是不亏的 卡利欧在一个优势局开上来的时候 基本上都能够带一点东西回来了 而且对手的第一只角色 并不是以格斗系为主的话 他并没有办法在小潮不能直接把我们打下去 反而是跟我磨了很久 好 巨甲武者再次上来的时候 然后对手这些角色 我是刚系的 是屈刀小兵 屈刀小兵算是画石杯里面的齐齐角 出招数算快 而这边我们先来一个水之不动 直接把他打到半斜之后 乐天合同上来 此时的话 虽然他会十字简能够打草 但是顶多就一下出来而已 杀力量看起来应该是瀑布 好 十字简出来 哇 还蛮痛的 所以说在没有属修的情况下 既然能够打那么痛也是不容易 代表屈刀小兵的攻击力不错 然后巨甲武者再次上来的时候 我们用飞快刀直接把他消了快死了 最后巨师飞上来 对手跳了 好 进入下一场 那看一下是这场的对手 这场的对手是电灯怪 这一个绝对逆风 看一下路卡利欧能不能够搬回来 好 路卡利欧上来了 但是引出了对手也是路卡利欧 但这边有一点希望 因为此时我们先来一个增强拳出去 能够让攻击提升 看一下再补一个发劲能不能够收掉 双方想上是有差距的 但是刚刚好一起下场了 对手应该没想到吧 他浪费一顿之外 顺位还有可能被我们抢回来 那我们拖到最后一刻再选择角色 此时上来的角色 乐田恶童上来 结果对手做一只也是格斗士 文香勇士 看起来这样要结束 我们今天准备乐田恶童一部分的原因 在想要面对到文香勇士的时候 绝对牙子 那对手有可能是暴力拳出来 所以我们挡一下 结果是冰冻之风 OK 冰冻之风之后 他没办法打掉我们 所以我们是要半血 才能够跟这个电灯怪稍微消磨一下 然后此时来一个飞风暴出去 但这边其实是可以不用飞风暴 因为飞风暴出去之后 我们势必得换角 如果对手操作得以 他能够连续补招给我们的乐田恶童 他还是有机会获胜 不过因为我们还有一盾嘛 结果是史万福特直接出来啊 哇 这一场的话 看起来我们还是以面比较大 因为他的电光没办法收拾掉我们 而这边我们的肥快招 稍微痛了一点点 最后直接让乐田恶童一打二成功了 其实对手这一场切文香勇士 上来打我们陆卡利欧的话 应该还是有得打 但他应该是切错了 导致我们这边有拉回了空间 就下场的话 开局我们看到骑士寡鸟 对手选择大嘴欧 大嘴欧打巨石雷 说实在逆风的成分比较多了 毕竟他能够平常打击的暴风 能量上需求比较高 只要我们开盾挡到的话 他会非常尴尬 但如果他选择气象球 我们没开盾 他会更尴尬 所以到底地下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给个尊重 只是对手暴风出来 那这边是绝对的优势 完全没有问题 多浓几下再用厌烦把它收掉 而且这边收拾掉对手的大嘴欧 后面的热天二统就避开了 只是比较麻烦的是他的骑士寡鸟 我们到底要靠后顺了谁去打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会选择一个换角 然后来逼迫他角色 此时对手的作为姿势是尖挂脸 但是他换角实际还没到 所以他快速的把招式放出来 完全是不管属性上有没有压制到我们 毕竟这边会是强力变挡 杀量补补 但卢卡丽又真的脆啊 属性上有抗到 还是喷了不少血 此时我们爱你球挤不到了 所以快速的把增强权放出来 稍微的磨血就好了 对手开盾挡招 这样的话我们就选择热天二统上来 跟这一只骑士蝸牛稍微的硬抹 最后让我们的巨石飞鱼一打二 看一下能不能够获胜 热天二统上来了 毕竟剑挂灵本身的草跟钢器能够双抗草 所以我们在小招部分几乎是没有伤害 骑士蝸牛至少好一点 对手栓一炸弹出来叫我们防御力 目前我们还是有一盾的空间 对手再一次出招了 此时的话看一下招式 结果还是栓一炸弹了 进行来一个换角 居士蝸石上来了 习惯目前气氧上比较少 我们只要两个厌反的时候出招 这下下去对手挡的话 我们就能够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结果他没挡 剩下一只剑挂灵 尖挂灵此时他出招 我们肯定能够挡下来 加上我们刚挤到多一个厌反 原因说现在目前只要三个厌反 我们就能够收工 好先一下下去对手挡招了 那再补你一发 完全是不给你太多的操作空间了 但是厌反在伤害量来说真的偏弱 尖挂灵其实坦度上来说还不错 但是打了四分之一 刚好对手剩下半血 我们再补两发就能够收工 好对手兼挂灵此时出招 使用的是强力鞭打出来 那他这边来不及再出招了 我们厌反直接出去就收工了 那就拿下最后一场啰 那我们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这一次在化石杯 只用路卡利欧在对战中使用 玩家们应该是能够感受出 他本身的坦度不是那么优秀 顺风的时候还是需要盾 逆风也是需要 但是有非常强大的伤害量 在出招的时候 还是有办法压迫对手的盾 带给队友一个非常好的生存空间 是我们看到路卡利欧在对战的一个情况 所以喜欢路卡利欧玩家 还是能够使用在化石杯尝试看看 那么今天的影片 就提供给玩家们 当作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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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